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面食的做法 不拉面也不擀面 入口光滑又筋道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盆里倒入300克面粉 加两克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倒入160毫升的凉水和面 边加边搅拌 面粉被水完全滋润到更容易揉成团 面团一次不容易揉光滑 盖上保鲜膜先饧面10分钟 后来揉面1分钟 面团就变得光滑细腻了 将面团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 切成比包饺子大一些的面剂 再将每个小面剂都整理圆润一些 选一个盘子在里面多倒一些油 将小面剂一个个的放进来 浸泡40分钟 用油泡过的面剂延展性非常好 拉扯也不会断 准备一把洗净的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碗中 准备几辈大蒜先切成片 然后切成蒜末 切好和小葱放一起 这会面剂也醒好了 取一个应手轻轻的按扁 两只手往两边将面剂推开 推薄 可以看到这个面剂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用手托起来能看到手指就可以了 锅里水开以后直接下入做好的面片 用筷子来回拨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煮开以后点一次清水 这个面片很薄 再次煮开就可以捞出来了 倒在盆子里过一下凉水 面片吃起来的口感更筋道 准备一个大碗把烫好的青菜放在碗里 将控干水面的面片也倒进来 放入切好的葱花和蒜末 加一点盐 淋上烧好的热油 激发出大蒜的香味 调味加入生抽 香醋 少许的鸡精 一勺辣椒油 然后翻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的扯面片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面片吃起来爽滑筋道 香辣解馋 做成面最重要的两点就是 面团要活得硬一些 饧面的时间越长越好 面团的精心好才不会扯断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